Hello 大家好 我是方的手工编织 现在给大家录这一款手机包教程 我们用的是新款的四光棉麻线 一团线勾这么一个包用不了 有剩余 好 大家看我们起头啊 把这个线头打一个活结 然后套在钩针上 我们开始起立变子针 一 二 三 四 五 不用勾得太紧了啊 一般的手机包起立65个变子针就可以 要是手机稍微大的啊 你可以多勾两个变子针啊 我们65个变子针勾好以后 我们从第二个小变里啊 勾小边的一边往外勾 然后二并一 这就是一个短针 下一个小边一边啊 还是这样 一个短针 每一个小辫子里面勾出一个短针啊 大家把它勾到这个起头的最后一针 大家看啊 我们勾到最后一针木里啊 最后这一个针木里 我们勾五个短针 我们勾五个短针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我们五个短针勾完啊 大家看 然后我们勾第二个针木啊 第二个针木就是直接在这个动眼里啊 这不是小边一边勾 勾到这一边吗 然后这一边就直接勾短针啊 往回勾 每一个这个针木啊 就勾一个短针 最后这一 轨弯的这地方是五 这一个针木勾了五针 往后勾就是每一个针木啊 勾一针 大家把它勾到这一头的啊